第一次告白好像傳了一個簡訊就是說 我發現我是真的還蠻喜歡妳的 有人說是情侶 我現在 鄭之橋主動追男人 任翰眼淹信作不合 網友敲碗最想看到的嘉賓 翹翹曾之橋 6月30號來到蘋果孫華Live 迷人大平台直播節目 那時候接到你們兩個 因為兩個都還未成年嘛 那時候對你們兩個印象就是 曾幫Sweetie做造型的孫華老師 開始挑剝離間 那時候看到閻閻 我就覺得說閻閻她像太陽 像傳石 那時候妳覺得跟閻閻在一起 妳會有壓力嗎 跟她 嗯 一陣就是有好有壞 接上妳說她就是個太陽 閃耀的不得了 她就可以訪問就說 大家好 我在跟妳告歉 當時太照顧她了 沒事沒事 都過去了 喬喬也看成還真的有過不合欸 天蠍座跟獅子座不太合 喬喬覺得準嗎 妳現在是說男女朋友嗎 因為我跟劉品妍 確實就是天蠍和獅子 超難磨合 兩個都太倔強 對可是就是這麼講 妳跨過了一個高牆之後 妳就是百分之百信任這個人 放了縮包單元時發現 這是已經挖到了 我快用完了 果然是一個很很很 很節省的那個 很女藝人 很忠心 我不會隨便換我喜歡的 包裝米漢堡 那男朋友呢 也是 如果有愛上就不會隨便這樣換 所以現在有男朋友 現在中心了 不要這樣 我好感的是有啦 妳會 妳會大發交說 那個嗎 喜歡妳 妳是主動人 我是 就告白啊 可是不會觸及一點 感情主動的喬喬是這樣出擊的 第一次告白好像傳了一個簡訊就是說 就先放了一些好像可愛的圖片 一些臉的表情 然後點點了 然後就說 我發現我是真的還蠻喜歡妳的 她當時好像有點嚇到 因為她完全看不出來我喜歡她 我現在說的是很久以前的版本 那怎樣的男生可以追到喬喬呢 成熟 貼心 表情我 娛樂動新聞就是在說誠意如霸 報導